独孤皇后,嘎罗临死前流了,这句话,让杨坚悔恨,没过多久也去世了。这是根据同名小说所改变的电视剧,剧情也是属于大女主的戏份。 陈乔恩饰演独孤嘎罗,孤庄男神陈小饰演杨坚,他们共同建立了隋朝是历史上让人羡慕的帝后。 独孤嘎罗是那个时代特定的人物,他见证了王朝兴起。嘎罗和宇文户是不共戴天的灭族仇人,但他为了生存报仇,必须为宇文户客客气气。 大婚后嘎罗的王后姐姐被逼去世,她和皇上便决定反击。嘎罗开始张洛杨家。 让杨家可以和宇文户抗衡,也算是侧面保护好杨家。嘎罗利用自己的聪明,让丈夫杨坚光明正大的参军,在宇文户的军队中,建功力也有足有的资本。 杨坚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,他骁勇善战慢慢地有了威望。嘎罗也生下了两个人的第一个女儿杨丽华,他们一生对这个女儿充满招亏欠。 杨丽华这一生由太子妃变成皇后,再从皇后变成太后。杨坚登基后又成为开国公主,这一生身份多变,让她身心疲倦。 看似荣华富贵,实则让人感叹和唏嘘一个女子不义的一生。推翻宇文家族是嘎罗和杨坚共同的愿望,时代皇权的更替,还有百姓的生计。 杨坚是不可多得的好皇上,虽然二世后就没落但随朝的存在,对圣堂的建设有一定的影响。 杨坚前妻是个精明的女人,有强烈政治参与一世。和夫君一起共谋大业。但后期的她变得心胸狭窄,不便真为被杨广的虚伪话语欺骗。 最终决定了让杨广登基,后来有料荒阴无毒的随朝末端。杨坚和嘎罗确实是一见钟情,他们之间没有第三者的插足。 就算是嘎罗和宇文雍青梅竹马,但她婚后就一直恪守本分爱自己的夫君。杨坚称帝之后,宫中也是只有嘎罗一个皇后,一生爱一人的典范帝后。 也许是车马很慢,但在真正的历史上的说,独孤嘎罗善度。 杨坚后妻宠幸了一个臣子的女儿,独孤嘎罗之道后,就处死了这个女人。 他们夫妻也离心,杨坚说,她做帝王很别屈都没有自由。杨坚后妻肯定想作为一个皇帝,就应该全部人手成福自己,可她没有想到自己妻子付出的一生。 直到她回心转意后,嘎罗已经命不久矣。杨坚很愧恨自己对没有好好照顾皇后, 这个女人不仅仅是皇后也是自己的结发妻子。 独孤嘎罗临死前说,自己命不久,亦要让杨坚找一个好好照顾她的女人代替她。 嘎罗一生终长困域太强,打这些都是爱丈夫的表现。 她是女权的代表,不愿意和别人共享自己的丈夫。 嘎罗死后杨坚没过多久也去世了,也许嘎罗的死,对杨坚的打击很大。 习惯了两个人的生活,突然一个人不在了是一种心灵上的空缺和伤痛。 期待精彩的剧情更新,陈乔恩和陈晓的双臣合作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